油罐车翻覆 车头的轮子朝天 前方从地面上烧了起来 黑烟不断窜出 消防车赶到现场抢救 队员马上架起了水线灌救 车头前火苗熊熊燃烧 附近还有翻覆的槽车 里面装的是甲醇 工业用酒精容易燃烧 因为翻车外泄烧了起来 第一时间救护车也赶来救人 驾驶是46岁的张姓男子 翻车之后抛出车外 救护车紧急送医 但是伤众宣告不致 操车从台中无期 载满了甲醇要送往苗栗 在西滨白沙屯路段 自撞护栏翻车引发火烧车 水泥护栏上的铁架也被撞毁 火苗还飞到附近农田空地 烧了起来 西滨道路上救难人员封路抢救 槽车上有三万两千公升的甲醇 一一九抢救的时候 公司派出另一辆槽车 操作里面大约三分之一的甲醇 另外的三分之二烧了 前方初步调查 槽车翻覆当时旁边没有其他车辆行驶 这个路段是一个下坡转弯路段 车子突然偏移自撞 导致翻车起火 驾驶商重不治 事故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